黄金价格再度暴涨了 国际金价已经创60年代以来的高峰了 国内金价很多品牌打出750一克的高价 那么原因是什么 黄金下一步还能再暴涨吗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 黄金价格在沉溺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突然又暴涨了 原因呢无非两个层面 首先第一就是美元储终于有可能要降息了 一年多以来美元储不断的涨息 使得美元变得越来越强势 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受不了了 比如说加拿大欧盟都开始降息了 业内分析美元储最快可能在下个月就要降息 而美元储一旦降息美元变得弱势 那么黄金价格自然就会再度上涨 而另一方面呢 今年全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美国11月份的大选 但是很多人都说啊 到目前为止美国大选可能只剩下垃圾时间了 为什么特朗普遇刺之后选情大涨了 现在留给民主党的指示 到底他们要不要换掉拜登了 而另一方面呢 很多人也说没见过这么凶险的美国大选 说实话特朗普也真是命大呀 那颗子弹真是差一点点 就要穿越他的脑袋了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更加凶险 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很多人都要积极寻找避险资金 你找美元行吗 美元不行 全球有60多个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的战略 而且美债正在被抛售 你找日元欧元行吗 也都不行 因此世界越凶险呢 就有大把资金越去追捧黄金 包括我国央行在内 我们实际上连续十几个月增持黄金 也就是上个月和再上个月稍微没有增持而已 但是看这个状态 一方面美联储业内可能会多次降息 美元会变得更加弱势 另一方面世界会越来越动荡不安 尤其是美国11月份的大选 一旦选出来意外的情况 现在有很多人说 民主党有没有可能继续使用盘外招 以阻止特朗普当选呢 而一旦特朗普没有当选 他那狂热的支持者 有没有可能干出更多出格的事呢 所以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凶险 美国正在变得更加凶险 这使得黄金未来一定会被继续的追捧 所以很有可能今年下半年 黄金价格还会维持高位 甚至还要再创新高啊